聆聽一個人,他就將他的情況講出來,怎樣困難,但怎樣下一步去引導輔導他呢? 這一點都是要引導的,譬如說,我解釋一個例子,譬如你想求助,你就同樣講我怎樣困難,譬如說,我先用一個例子, 先用一個反面例子,先用正面例子,譬如你跟你的丈夫或太太沒有關係,你就說,我現在很難頂啊,跟他一起真是很會發怒啊,很難搖滑他,可能會有這樣的說話出來,有這樣的意念,如果那個輔導的話,你回去,你就為他祈禱,你見到他,你就搖滑他,你就笑他,你買些東西他喜歡吃的, 你每天都對他做些好事,和他按摩一下,那你在這裏聽的時候,是啊,不過我不想做呢,我沒有動力做呢, 如果那個人說得多,喂,你上次有沒有照著他做啊,你有沒有關心他啊,你有沒有和他按摩啊,你有沒有抱一下他啊,都是沒有做啊,你有沒有搞錯啊,那時候呢, 就是,就是聽過人就會覺得,哇,我找你聊天真的很辛苦啊,對不對,但是呢,我們想引導他,譬如我就用回這個婚姻這個情況,那我會說, 那在這個婚姻狀況,你覺得,就是給你這個感覺是怎樣的,你會不會想,啊,有些改變啊,你會不會想到一個圖畫,譬如你還沒結婚時怎樣的,啊,有沒有一個圖畫,將來可以怎樣恢復呢,當然,都看情況的,有些真的差得很緊要,那那些呢,我就不要想著第一步幫他回頭, 我講了問題,有些真的,不過,總是有點不開心的, 我又問為何沒有行 為何可以有行 二路關屬靈 我了解他屬靈的狀況 然後我問他 你覺得與神關係是這樣的時 你的感覺是怎樣 他說覺得是不好 覺得好像很困難 覺得好像很難與神地建立關係 我也有些教導 神很愛你 神很愛你 神經常想著我們 關心我們 環繞我們 你可否相信這句話呢 可能相信不到 我可能問他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有些幫助 阿少玲 阿少玲 你有沒有試過經歷過神的幫助 有 你覺得神有沒有用愛去幫你呢 有 你可以怎樣回應呢 我會用這個引導的方式 你想怎樣 你覺得可以怎樣 而這樣的時候的關係會怎樣 有什麼困難 怎樣克服 這樣的時候他會想 還有他覺得我尊重他 他就會更加去思考 我試著回去做 他就會想到葉牧師 他會想到葉牧師 不停教 他會覺得我去引發他了解那個狀況 他的困難在哪個位置 然後怎樣找方法處理 做的時候有什麼困難 怎樣找一個方法來處理 而做的時候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 下一次可以怎樣做得到 就是我會逐步逐步去拆解 就是我盡量幫他拆解到 他自己懂得拆解 他就下一次懂得做 但有時候他都不記得 我又下一次問他 我每次都是這樣 我問回他了 你覺得這次你這個禮拜 你覺得同時關係怎樣 困難在哪裏 你覺得為什麼做不到 你覺得下一次可以怎樣做 你試一下可以操練一下 在家裏或者和一些人去試一下 這種的引導方式 通常來說 人們就覺得被尊重 而且他分析到為什麼 問題在哪裏 問題在哪裏 他就會容易些 容易些面對到和處理到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都回答到 不過你講到尊重 可能不是因為有意思 是啊 是啊 這個是不容易的 就是尊重 尊重小朋友 就算引導小朋友彈結他 小朋友都是很寶貴的 因為他覺得被尊重 其實你很寶貴 我今天很開心 我今天很開心 為什麼很開心呢 我看見你拿著吉他回來 你就彈我 我很開心 我覺得你會進步 還有我問你想彈得好 你想彈得好 你心裡會彈 我立刻笑 我覺得你有盼望 你會進步的 就算是小朋友 就算是誰的孫女 我和他那天在機場 他在機場送機 我和他玩 玩手機玩什麼呢 玩那些 說一些詞 他會發音 我和他玩 他都覺得 就是小朋友 但我都會看重他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我覺得本身你的心靈已經到高度了 變成忍道那邊 就變成一個技巧 但如果我們只是去學那個技巧 即是我們的來女生命 還沒跟得上呢 其實我覺得都好像 是啊 是啊 好像 是啊 那也是的 首先深信神愛我 我寶貴 個個都寶貴 個個都可以提升 個個人都有前則 個個人每一句話 他留在心裡面 有時候很大影響 譬如如果 我傷害一個人 他會常常都記得 這個牧師傷害過我 但如果我 安慰過他 他會記得 牧師以前安慰過我 即是 我做過兩件事 可能的反應是可以很長久的 所以我都很深信這件事 我又很珍惜我對人的影響 那 那 我很珍惜你們 我覺得你有心學習是非常好的 你有心學習一定 一定學到 那你試試回去這個禮拜操練 聆聽人 回應人 引導對方 和丈夫 和家人 嘗試引導一下 我們可以怎樣 引導子女 我們家裏的事情 怎樣做法 有些情況 會困難的 有些情況會困難的 因為對方未必合作 但沒有合作 起碼 越督促他越行 都是有時 他做得好 欣賞他 有時都會問他 他做得好 欣賞他 可能給他動力 還有 你這次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開心 我深信關係可以改善 或者有些地方 這樣做 我們怎樣可以更加好 家庭更加好 這是看人的 有些人真的不能問這句 不能問這句 好 可能要讚 讚他 可能他就會 讚多些 他可能就會欣賞 覺得你欣賞他 可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這個心態 每一個人都很寶貴 我儘量引導他 接納他 而有些人學得很慢 我都是很有耐性的慢慢 我不會 緊要 慢慢來 你很久沒有彈到結他 我也覺得 不要緊要慢慢來 總有一天會彈到的 終於有一天拿回來 感謝神 嘗試跟我說 我已經彈到兩個電話 感謝神 感謝神 那我就很開心 老師想問一下 如何鼓勵 例如我要負責大禪經 但有些姐妹就不肯 異先去預備 到禪的時候 就好像變了聊天 如何鼓勵那些人去讀經 這件事 其實我想幾件事 我想你不是問讀經人 他如何肯說 如先如備 對 對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在這個查經小組 你會有一個核心的人 有時候一個兩個三個 在這個小組 有沒有人比較喜歡 喜歡聖經的 那些是你的核心的人 私下跟他聊天 你覺得 你想不想茶經班更加好 第一問他 你覺得茶經班對你有沒有幫助 你覺得茶經事對你有沒有幫助 他說有 你覺得茶經的人投入的程度可不可以改善 想 有的 希望有的 那你願意做一些事情可以幫到呢 其實那些人 那些人願意呢 就不是集體文 私下文和他談 和他查 你寧願用多點時間 幫到他 看 你先看 你可以下次這樣 不如我和你試一下 你現在看經文 我給你看幾分鐘 你先看 好了 現在我們看了 你看到什麼亮光 你說出來 好東西 你做到了 做到了 那就是 你下次這樣做 就是由核心做先 給他一些機會試一下 他一做馬上欣賞他 和他個別做 做了 下次做的時候 哇 好啊 他可以 你們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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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每個人都是這樣啊 回家準備定呢 其實我們的茶經班就好很多了 這就是正面鼓勵和給他們一些方法 方法就是 從他操練試一下 這樣做 做了 那就欣賞了 有時候可能都要提議他有些改善 我欣賞你這個動力 你真是努力 那這裡你覺得可不可以改善 用某些方法去問 不是說 你先這樣說 不是那麼好 你這裡可以怎樣改善 可以這樣 啊 想一想 看到了 那你可以怎樣改善 怎樣說 他試試說 啊 那如果他說 他說了一個方法 都不是那麼好 那你覺得 還可以怎樣 更加好呢 那他想一想 有時候 但有時候我們都不可以要求他那麼高 去到這麼一刻 感謝主 非常好 一步步去提升 那我見到你 有心提升你的神經關 非常好 欣賞你 那你就是 由 可能一兩個核心開始 就慢慢影響 其實什麼群體都是 我感謝神 我這個核心的人去侍奉 這個就是我們這裏 復興的起步 所以你這裏幫忙 都是一個復興的起步 為甚麼 是 那你és 沒想到這個 你還是有 couldn 的 我心肌 還沒想到 此外 也不會